好 我想從熊三物射飛彈 一直到現在 應該很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都很想了解 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飛彈這樣打出去 導致一個人死亡 三個人受傷 而且當時 我們還被很多國際媒體質疑 不是嗎 還說我們故意挑釁中共 或怎麼樣我們疏失等等的 這次很多的內情報告都出來了 我們帶你來看看 內容的部分 有沒有我們無法接觸的地方 為什麼飛彈會射出去 飛彈為什麼會射出去 真是千不該 萬不該 飛彈為什麼會射出去 對 其實是一個連環錯 其實從當天一整天的這個事情 排開來看的話 他其實有犯了相當多的錯誤 例如他們找 因為他們今天當天 是為了要做假超 但是其實他們在做假超的同一天 就同一天 他們其實另外還擔負了另外一個 就是飛彈的警戒的任務 也就是說這艘船 還是個警戒的任務的軍艦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做假超 應該理論上來講 是要把假超這件事情 認真 專心做好對不對 但其實我對不起 他另外還接了一個任務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海軍的問題 就是兵不夠 船不夠 人不夠 錢不夠 錢也不夠 所以導致就是說 一個人一船吃兩個任務 所以你看 當天你看到他那天 最早就是說他那個士官長對不對 他因為要執行 攻船飛彈的科目準備 所以他就領取了 火線安全接頭領了四支 這個有什麼錯誤嗎 錯 他只要領兩支就好了 那為什麼給他四支 所以你看 這次你發現被起訴的時候 兵器長對不對 他的責任其實是相當大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最後把這個 整個事情一千看完 看完之後 其實之後才能夠 四支不對要兩支 談到他們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第二 當然你看這個部分來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時候問題比較不大 就是說他測試的時候對不對 他說面板顯示異常 因為你知道他每一個 控制飛彈發射的時候 他其實本身船有一個叫做 就是顯控台 這個時候顯控台的面板有問題 就好像有點壞掉 品質相關的問題 他把這個面板換了以後 然後7點25分重新裝備 重新測試 然後顯示正常 這個代表沒事 對 但其實是接接 XXX接接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是不是那幾個人 有點灰氣 也不知道 第三個 7點50分 關鍵的時候要到了 這個時候陳氏官長指示 就是高中士 讓後甲板把雄風三型的 飛彈的一號架 然後重新裝上火線接頭 你知道他把那些其實 他根本不需要裝那麼多火線接頭 他把他通通裝了 通通裝了 對 通通裝了 然後第二個 他說陳氏官長 完成了這個作戰模式的設定 然後指示高中士 把這個設定兩個接戰目標 然後他就離開 去喝水 就是當時講的去喝水 這個有問題 怎麼會設定成作戰模式 應該演習模式 沒有 對 應該是要訓練模式 但是他其實是 作了作戰模式以後對不對 他其實因為 這個後面也會講到問題在哪裡 就是他把叫高中士對不對 在顯控台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面板上面 打了兩個模擬的目標以後 他就出去喝個水 理論上來說 高中士在這個時候對不對 他不能夠自己跑一趟程序 不能跑去喝水 不 不 他這個中士 這個士官長 中士他其實在這個時候 他不能夠自己去跑這一趟模式 但他只有自己跑了一趟以後 他把作戰模式下 把兩個模擬目標設定完畢了 然後因為他為了要熟悉 你看 8.5分到15分 他為了要熟悉 整個作業的操作程序 然後把模擬發射程序 在8.15分的時候全部跑了一遍 然後在8.15分按了發射 飛彈就發射出去了 照理你這樣說 第一個錯就是 士官長不能夠設定 作戰模式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作戰模式情形底下 他也不能夠讓這個高中士 一個人在裡面進行模擬目標的設定 第二個錯就出現了 第三個錯 模擬目標之後 他今天按發射 就整個就射出去了 對 也就是說你看 他今天這邊兩個大問題 就是今天高中士在作戰模擬 那個情況下對不對 作戰長 就是他船上的一個作戰長 那個許忠偉 然後跟這個程式官長 兩個人居然都不在戰刑室裡面 也就一個高中士 在他領了 又有拿了火線 然後通通接上去以後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前面有接了模擬器 所以你就會發現 模擬器的情況下對不對 他是有整個發射以後 他其實有一枚彈沒有出去 結果第二枚彈出去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他在不該設定的 他為了要自己跑程序 他自己按了這個設定 也就是說在所有的發射程序 通通被變的這個情況下 他按了發射的飛彈 當然就出去了 今天我覺得他今天 就是軍方在檢討 這整個事件中 他們發現一個大問題 其實這個大問題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可怕 的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你看 包括這個士官長 然後這個中衛 然後這些東西理論上來說 今天這個飛彈 就是說熊山飛彈 在這個船上 他們應該要對整個發射的邏輯 就是程序跟邏輯 都要非常地理解對不對 但是在事後 跟他們詢問的過程中 也就是國防部的督察部 總督察室 在跟他們詢問的 整個的過程中的時候 他們發現一件事 這幾個人居然都一知半解 意思就是說 連高官知道怎麼發射飛彈 就會知之騙 就是騙斷的 就是他們的概念 其實本身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 譬如說今天 假設我今天要發射飛彈 以我們講模擬器來講 他接了以後對不對 他會認為就是說 他必須要把所有的火線 統統裝上去 但其實你看 你在裝了火線的時候 你其實只要裝 跟模擬器相關的就可以了 你幹嘛把所有的飛彈 統統裝上去 但他就一直認知 認為說我要統統能夠做完 做完之後 要能夠統統都在被變的情況 這銀手批有問題 對 當然 但是也就是說 所以其實當然了 因為這一次 你整個事情之後發現 就是包括在軟體 跟硬體上面 的確兩方面 都有可能會犯錯的地方 所以海軍他們其實也就 跟中科院就演你一套 就是說整個程序 重新做一個律訂 改 對 重新做一個律訂 這個律訂之後 理論上看起來 應該是這樣的事件 不會再發生了 他們怎麼做 就第一 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說現在 未來他 就是要進行模擬的時候 他在作戰的 戰情中心的顯控台上 他基本上就只有兩個路徑 一個叫訓練模式 一個叫作戰模式 訓練模式當然 你只要設定在訓練模式上 而且他其實 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電腦都要開機 電腦開機以後 你訓練模式要輸 訓練模式的密碼 這個時候會有 能夠去動用 這個訓練模式的這些人 他們的密碼要Pass過以後 這個系統才能夠跑 OK 好 這個時候 你整個訓練模式 當然比較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接下來會有問題 是在作戰模式 作戰模式我們剛剛講 你可能要做戰標考 或者說是像這樣假操等等 你可能要在作戰模式下 對不對 然後來進行一個測驗 這個測驗你才能夠知道 他本身能不能做 像我們剛剛講 他原本假操 是他在一個模擬的情境環境下 把所有的發射飛彈程序 跑一遍以後 然後他最後按下發射 但是因為他本身 是掛了一個模擬器 所以他飛彈不會真的點火 現在這個情況下 就變成說 天安他在這個情況下 他把這一步給跨過去了 所以變成飛彈點火 所以未來他們在整個作戰模式下 他們變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作戰的訓練模式 也就是說包括我們講到演習 測考等等 如果真的不需要發射飛彈的時候 他們就採取這個 我們說是作戰A模式 也就是這個還是跟訓練 相關的作戰訓練 作戰A模式 作戰B模式 對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萬一有一天 我們應急真的一定要作戰的時候 作戰 那個就是作戰B模式 那不就效率會變差嗎 那個就是作戰B模式 當然你在出海的時候 你就會把該打的 該提印進去的那個密碼都提印好 就是說我剛剛講 作戰A模式 就是你還在訓練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 可能是假操 可能是戰標考等等 或者是演習等等 不需要真的把飛彈發射出去 你就用那個作戰A模式 效率還是有 對 效率還是有的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等於說你把所有的 飛彈發射的這個層級 透過密碼來管控 結果我們剛剛講到 你剛剛講這個作戰A模式 你把密碼打進去 對不起 飛彈還是不會發射 你飛彈真的要什麼時候發射 就是艦長下來 就是一個真勝 真的實戰模式 就是真的打仗了 我真的要跟人家打仗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電腦顯控台 一定知道整個系統都能跑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艦長要來把他的密碼打進去 艦長把他的密碼 親自打進去以後 OK 這個時候整個系統 才能夠完成飛彈的 真正的發射 也就是說你真的在作戰模式下 即便是在作戰模式下 按著發射 飛彈才會出去 對手寫 實際上 其實我會這麼定逼